前年巨蟒想吃掉大唐天子 危急时刻 前手观音死死抓住巨蟒身体 没想到巨蟒十分生气 对佛像大吼一声 接着哭指创极佛像 顷刻间佛像破碎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佛像还能自我修复 创破的胳膊瞬间复原 巨蟒健壮 直接欢欢出九头蛇 吐出一米多长的舌头 全都穿了穿的向佛像发起进攻 突然大佛睁开眼睛 手握舌头轻轻没用力 就让他们无法动弹 下一秒就把巨蟒捏得洗碎 变成树影弯机的渣渣灰 你佛山灵天有大唐 原来这个佛像非常灵验 不仅能保护大唐子民 还能保佑看视频点赞关注的人 身体健康极相如意 这时佛像又出现两个大字 漫天采意洛长安 不见当朝天子还 这是暗示皇帝该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小人的阴谋 有人在利用佛像搞鬼 此时不但让众人都相信 宁菩萨能降妖出魔 还能普度骤声 之后所有人都开始 欣奉尼普教 这导致名不撂声 孩子饿了吃不上饭 直接白送给有钱人家 这一幕被陈好看在眼里 他觉得这事肯定不简单 一定要查出真相 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得到尼普村的地图 于是他连夜开着飞机 来到目的地 而这里显得十分诡异 村民全都目光带滞 像是中了鞋一样 更诡异的是 他们半夜还在工作 对于他这个陌生人 村民根本看不见 就连给他一袋money 男人都毫无反应 这时钟声响起 所有人都像僵尸一样 走进漆黑的山洞里 陈好肩壮脱掉衣服 也混在他们中间 看见佛像后 他们全都跪在地上 一无所愿 诸如成神 尽无心疲 献上血液 说完咒语 所有人都不受控制 双手放在佛像身上 然而诡异的是 当陈好把手放上去 瞬间就划出一道口子 随后就出现了幻觉 直接佛像伸出巴张大的小手 快速向他袭来 他赶紧从幻象中挣扎出来 却被人发现 见自己身份暴露 陈好不想恋战 搜了一箭 就把黑衣人射倒在地 可他刚逃到门口 又被一群黑衣人拦住 打动中他掀开幻人面纱 发现竟是宰相手下 为了活命 他只能跳下万米高的悬崖 等第二天陈好醒来 发现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 而这里的村长 也早已发现佛像的秘密 并且研制出解药 男人知道真相后 马上带着解药回到长安 准备救全城的百姓 很快又到了尼仆教祭祀这天 天子在奸臣的蛊惑下 带着文武百官和百姓们 对佛像跪拜 当把手放在尼仆身上 宰相转到手中全杖 就听到尼仆像开口说话 原来宰相要做皇帝 就在这时陈好拿出炮筒 把解除幻象的解药射到空中 宰相见自己的好事被破坏 搜了就先出真神 用全杖施法 让所有人出现幻觉 这是一只可怕的怪物 从城墙外突然出现 并对他们发出猛烈的攻击 所有人吓得都在躲避 只有陈好知道这只是幻觉 并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冲销了坏人 一箭拼掉坏人脑袋 怪物也瞬间消失 这时佛像露出笑容 长安城也恢复了繁华的景象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佛像真的会显灵吗 欢迎频率区留言 小伙对着佛像撒尿 菩萨竟流出黑色眼泪 接着天上下起黑雨 然而诡异的是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很快灾难来临 一场黑色暴雨席卷整个城市 落下来的小雨点 特别像一张痛苦的人脸 更加诡异的是 庙里供奉的佛像 眼睛里流出鼻血 和尚坚状敦感不妙 因为佛像流血 意味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就在不久的刚刚 村子里出土一尊巨大佛像 眼睛不仅被纱布蒙住 上面还写满了经文 样子十分诡异 村长并没有感觉到不对 还以为发财了 随后叫人把纱布打开 殊不知这一举动 给整个村子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天小伙在清理佛像时 无意中跟佛像的眼睛对视 晚上就感觉到不对劲 眼睛疼得像进了沙子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 他转头一看 既然是死去50年的父亲 张口就跟他要钱 小伙瞎懵了 不小心把父亲推倒在地 可当他跑出来时 眼睛发生可怕变化 父亲也突然出现 小伙下的瘫痪在地 而父亲还在不断靠近 下一秒 我的妈呀 他把父亲摁倒在地 发疯似的疯狂输出 等众人把他拉开 才发现被揍的是饭店老板 很快他被送去的警局 可来到警局后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 口吐泡沫晕了过去 可下一秒 他像脏东西附体一样 疯狂挣扎 与此同时村民在开会 一个两眼泛白的男人 拿着镰刀冲了过来 你这不是大伙呀 众人都蒙圈了 因为男人喝多了水 帽子男刚想上前阻止 却被他咔嚓直接干掉 村民吓得落晃耳涛 可跑出来后 发现外面的情况更糟 越来越多的人双眼泛白 突然丧失理智 一个男人突然跳楼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突然冲出的汽车 把女人创得洗巴烂 小镇顿时乱成一锅粥 只要见过佛像的人 就好像疯了一样 全都不停地对村民攻击 无奈变异者太多 危急时刻 仅剩的几人躲进村委会 赶紧锁上大门 他们以为是那场黑雨 引起的变异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很快警方赶来 封锁了整个村子 可两个年轻人 抄小路开进村子里 他们刚下车 便发现空中聚集了 无数只乌鸦 而乌鸦像是疯了一样 追着两人撕咬 男人捧起一团淤泥 倒在9块9的汽车上 周围乌鸦不断地发起攻击 男人强忍着疼痛 把淤泥平铺在汽车盖上 竟然开始花起符咒 安娜不明白男人在干嘛 让她快点逃跑 可男人无动于衷 仍然冒着生命危险 完成了符咒 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乌鸦刷的窗翻在地 安娜肩壮 赶紧冲下车 捡起雨伞拼命驱赶乌鸦 在对方的掩护下 男人勉强爬进车里 可她刚想发动汽车 却发现钥匙不见了 没办法安娜再次挺身而出 捡起钥匙 好不容易逃进车里 很快符咒起了作用 近在咫尺的乌鸦 竟然看不见两人的存在 于是慢慢地飞走了 他们能化险为夷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了赞和关注 这是庙里的大师打来电话 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导致人们变异的不是黑雨 而是佛像的眼睛 一旦有人看了佛像的眼睛 就会被怨念操纵 变成一具可怕的丧尸 想要拯救村里的百姓 只能把佛像封印起来 两人赶紧驱车前往 与此同时一个变异的小姐姐 竟然用不要钱的汽油 点燃大楼的通风管道 大楼顿时冒起黑色白烟 火焰也窜了进来 众人只能手拉手 准备坐车逃跑 可突然冲出来一个变异者 按在地上不断地啃咬 在失去几个同伴后 几人终于逃到车上 本以为躲过一劫 不出意外的 很快发生的意外 司机竟然发生了变异 两车马上就要相闯 幸好男人及时发现 赶紧抢过方向盘 虽然躲过对面的汽车 可司机使出满力 大包车哭吃撞翻在地 里面的村民全都发生变异 瞬间撕打在一起 全都领了和饭 而安娜两人 也找到了佛像所在地 这是一头上意的佛像 奇怪的是不仅被蒙伤双眼 上面还写满了符咒 样子十分的诡异 村长以为发财了 庙里的菩萨却流出血泪 这预示着将有灾难发生 可怕的是只要跟佛像对视 瞬间两眼发白 发生变异就像丧尸一样 对人群发起攻击 变异的小帅拿起刀子 竟然走向亲生母亲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这是一辆吉普冲了进来 哭吃创香的佛头 但由于惊吓 安娜不小心堆射了佛像眼睛 在看了十分钟后 她才想起来下车 着急地询问小伙 可小伙已经变异 疯狂地向她攻击 就在女人坚持不住时 陈豪已经用报纸 封住佛像的眼睛 寺庙里的僧人也在念经 尝试压制佛像的法力 很快便衣后的女人 瞬间倒在地上 随之清醒过来 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 这时消防喷头被处罚 夸夸地往下洒水 只好大感不妙 封住眼睛的报纸慢慢脱落 她赶紧上前阻止 可还是晚了一步 只好还是对视了佛像的眼睛 这时身后传来妻子的声音 诡异的是 女人身上爬满蜘蛛 穿得长出十条腿 竟然变成蜘蛛怪 快速冲向男人 吓得她直接晕死过去 然而这一切只是幻觉 妻子用尽全力 想唤醒昏迷的丈夫 这时传来和尚的声音 她告诉女人 只有封印住佛像的眼睛 才能救活所有人 最终女人鼓起右气 扯下一块纱布 把自己包裹岩石 摸索着封住佛像眼睛 之后又化起符咒 谁知陈豪突然袭击女人 眼看她被活活掐死 这是一个挂件 吊在了佛像上 下秒佛像竟然快速坠落 随着剧烈的爆炸 上翼的佛像烧成了炸炸灰 危机终于解除 变异的人们恢复正常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挖到这么值钱的佛像 是洗干净换钱 还是上交给国家呢 偏名怪异 喜欢呢可以去看原片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男孩吃饭从来不用眼睛 因为他有一双血轮眼 父亲只是多看了一眼 便被男孩控制的不断后退 一手捂住嘴巴 一手抓住脑袋 男孩眼睛发出绿光 男人便对自己吓得死手 瞬间领了香喷喷的盒发 害怕得赶紧打 母亲不想让怪物一样的儿子 继续伤害其他人 只能痛恐地掐住他的脖子 正好感觉到呼吸困难 双手都没了力气 危机时刻 男孩双眼一瞪 母亲马上松开手 抓住自己的脑袋用力拧去 眼看就要扭断 还好他有狗头的庇护 男孩瞬间跌倒 身体也遭到了反噬 转眼男孩长大成了男孩 他用自己的魔力 定额住广场商一个人 吃上了不要钱的小丸子 没钱了只要走到银行 空着住路人当空袋子 接着屋子里的所有人 全都拿着自己的money 乖乖地装进皮包里 就连桂园宰了80年的私房钱 也都心甘情愿地交给了男人 很快皮包装满了money 再逼宫逼近地交给陈浩 由于过多地使用魔力 他的右腿已经辅住没了 只能换成纯钢的铁腿 可他每天还坚持使用 意外的是有个男人却不受控制 陈浩瞬间慌了 他赶紧使出全力 同伴立马原地不动 可男人还能行动自如 陈浩十分生气 于是操控此机 让他发生了扯祸 结果男人不仅没被创死 第二天便痊愈出院了 只好不死心直接跟进家里 可这么近的距离 男人居然还不受控制 只好吓得连列后退 随后使用超能力 控制了两个闺蜜 死死拽住男人 终于在一年后 男人挣脱束缚 夸了把陈浩安在桌子上 可没想到他转动脑袋 又施展魔力 下一秒男人身子一紧 竟被女友用刀子扎进腰子里 虽然他忍痛逃脱 可他又控制女友 把父亲推下楼去 咔嚓电晕了男人 等立刻再次醒来 发现男友的爸爸已经领了河发 他来到警局报案 可活了一百年的伯伯勒 怎么会相信男人的鬼话 在回去的路上 男人又被建筑工人围攻 很明显又是陈浩搞的鬼 这是男人分力爬起身 库治一拳把怪物打倒在地 可在警局里 陈浩古霍伯伯勒摘掉头套 掏出武器 对着男人疯狂射击 好在立格靠着灵活走背 躲过所有的子弹 而陈浩拖着老寒腿 逃到了广场上 他利用自己的魔力 瞬间定格住所有人 等立格赶来 他又控制路人 阻止男人靠近 可由于频繁的使用魔力 只好被反噬得更加厉害 就连手指也被腐蚀 眼看男人就要冲出包围圈 离自己越来越近 只好膀胱一扫 看到包着婴儿的女人 做出可怕的决定 男人眼睛发出绿光 控制女人举起婴儿 唰的扔了出去 关键时刻一个男人飞扑过来 把婴儿搂进自己的怀里 从白米尔的地空中 咣当掉在地上 还好婴儿并无大碍 他又控制两个小伙 扔出上蹲中的椅子 向立哥砸了下去 还好他及时躲开 可下一秒 咔嚓砸中男人 饭鸡酱都留了一地 在确定男人领了盒饭后 他一米五一米六地跑回了家 可家里站满了伯伯勒 只好立马使出魔力 让伯伯勒全部放下武器 随后收拾好捉伤的杂物后 控制他们对准彼此 直接开了枪 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探长 才侥幸活了下来 本以为嗝屁的立哥 却一点事没有 他来到商艺人的剧场 全都死死地盯着他 诡异的是 一个男人突然从高处跳了下来 瞬间领着盒饭 接着夸夸夸地 更夺无辜的人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 害怕得赶紧点赞关注 这个怪物比怪物还可怕 突然怪物被枪顶住脑袋 原来是逃脱的警长 本以为会一枪解决了怪物 却让他有机会 从镜子中看到了男人 随后眼睫一瞪 控制男人跳了下去 领了热乎的盒饭 之后陈豪携持一个女人 想逃离这里 可突然一速强光召来 怪物被晃得睁不开眼睛 只能爬在地上 就在伯伯勒伤前抓捕时 却发现中了拳套 这时伯伯勒发现了他 只好愤怒地使出超能力 伯伯勒立马乖乖听话 用枪干碎了500瓦的大灯 并且用武器对准了自己人 危急时刻立刻赶到现场 他恳求男人 不要再滥杀无辜 可他还是控制女人 爬上归险的栏杆 准备跳下去 男人彻底崩溃 哭着求他助手 这时怪物想杀死陈豪 可突然摔倒在地 一本漫画引起男人的主意 此时怪物变得神情恍惚 慢慢地收回了墙 吐出番茄汁 倒在破旧的栏杆上 竟然直接掉下去 好在立格及时抓住他 可坚持了一年后 两人全都掉了下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 男人居然把陈豪放在上面 为他抵挡致命的伤害 这一刻陈豪终于醒悟 画面一转 男人被警方逮捕 得知立格并没有死 竟开心地流出眼泪 那么问题来了 你喜欢不死之身的能力 还是喜欢控制别人的能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